現在看到什麼東西 2016台北電玩展1月31號 不是1月31號 從1月29號到2月2號 Twitch夥伴 什麼叫Twitch夥伴 就是你現在看的台叫Twitch 你現在看的台叫Twitch 然後呢 那Twitch夥伴的話 就是必須就是開台人數有一定 然後就是 可能也不是說很知名 像我們是屬於不知名那些 但是還是被拉去 那他有辦一個粉絲前面 那這個粉絲前面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帳號就是一個實況主 那裡面包含像童神啊 各位比較熟 或是什麼雛爹啊 天神啊 Lulu啊 一些比較知名的實況主 通通都會在這幾天出現 通通都會在這幾天出現 那小弟我齁 真的是很榮幸 被排在 假日 就是人 人潮最多的那一天 1月31號 各位 來 各位 各位放大一下 各位來看一下 這東西不是我在講 這不是 知名還排不上來 1月31號 10點30分到12點 有三位 例稱第一位叫做Digibb 他是叫做 我忘記叫什麼 小 小莉耶 他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 那第二位 ASIAGOD 後面有個GG3比10 各位這個人你要知道是誰 GG3比0 同神 亞洲同神 是的 各位 下面那一位 就是你現在在看的台 叫做 oneboxchan 就是老闆台啦 所以呢在1月31號 各位 如果你到現場去Twitch攤位 你就會看到三位 那三位 一位就是 可能我剛剛講 小小小小小蝦米忘了 隨便不管他啦 第二位就是同神 第三位就是老闆 然後呢 每一位實況主有90分鐘的時間 可以呢 大家就是拍照啊 聊天啊 簽名啊 對不對 好 然後 那 因為我不是很知名 所以變成說 我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有現象是什麼 就是旁邊的統神一定是 統迷非常多啊 各位 統迷 啊怎麼樣 視訊太小是不是 OKOK 視訊太小 來 那我把視訊調大一點 這樣可以了吧 OK啦 來 各位 各位 各位各位 所以也就是說呢 其實 你就會發現 統神迷 啊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迷 老闆在這邊 但是各位 你們忍心看 看一個 你們忍心看一個 比統神帥的實況主 然後這邊都沒有人嗎 所以各位 1月 1月31號 早上10點半到12點 你一定要趕快進城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來我這邊對不對 來報到 我跟你講 你只要出自手機 這個我到時候會 你只要出自手機 然後你有老闆幫你 按讚 對不對 就送一個小夜燈 不廢話喔 各位 不廢話喔 直接就是一個小夜燈過去 只要縣長排隊排到的 憲民20位 那前三位 都有獎 前三位都有獎 第一位 我告訴各位 第一位 來排老闆台 站在前面的 第一位 進來喔 我就會送你 twitch的T恤 灰色的一件 只有第一位 有第二位 送BBO的 馬克杯 欸不對 各位 第二位不是講錯 第二位我送滑鼠 第二位送滑鼠 第三位 我就送 BBO的 那個 馬克杯 護碗 跟磁鐵一組 第四位到二十位 第四位到二十位 我就會送小夜燈 所以前二十位 前二十位 通通都有獎 好不好 這樣可以喔 不要說我們這個 人家是怎麼樣 人家是花錢來 排隊 各位 你排隊有東西拿 可以吧 好不好 所以你要排第幾位 你們自己看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講 就是說呢 當天人一定 非常多 因為他是1月31號 禮拜天 開放觀眾免費進場 不是免費進場 開放一般的觀眾進場 進來 那加上 各位 加上 隔壁是統神 所以統神明一定會 大排長龍 一定會有很多人 那可能還有些媒體記者 我想比五位保育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你們真的 要 來排隊 好 那至於剛剛我講的這些 我在 在粉絲團有沒有 誰一直LINE我 等一下我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人一直LINE 好 不管他 好 各位 對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 就是 有沒有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 好 OK 好不好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就是 台北電玩展 那記得 他有名額 而且只有90分鐘 你這個時間不到 對不起 你就看不到 你就要看到 下一個 那當然 12點半到2點 2點半到4點到4點到6點 都是算是很知名的實況主 包含有 六炭啦 有 有 沙耿啦 吉祥啦 這都是很知名 Sandy啦 這幾個都是很知名的實況主 那當然最不知名的 那當然就是那個 1巴士卷 但是所以我們就是要 攤位最多可能只有20位 是不是 最多 最多可能只有20位 那天好 我跟你講各位 那天的話 我 應該是 應該是會跟統神拍個照 好不好 各位 我跟你講 如果那天我排隊的人比統神多 不囉嗦啦 回來我抽一張指示卡 好不好 我不希望看到一個現象 各位你知道嗎 有種現象是什麼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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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神這邊是 大排長龍 對不對 然後 老闆坐在那邊 自己用手機 然後跟便宜哥說 欸 我要買一條龍 各位 隔壁大排長龍 我自己再買一條龍 這樣 這樣不對嘛 是不是 所以 各位 如果你剛好要去台北電玩展 你想抽小月的 你抽不到 對不對 你也買不到 然後呢 你又見不到我 那這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 機會 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好不好 2016年台北電玩展 Twitch 粉絲見面會 那你來 你說老闆可不可以簽名拍照啦 喔 什麼 我跟妳講 通通可以 各位 通通 可以 好不好 通通可以 你要幹嘛 就幹嘛 好不好 OK 喔 記得 老闆幫那粉絲團按讚一下 才 才有那個 如果股東排隊的話 有沒有特別的 有 那個 看 親一下 好不好 看一下這樣子 好不好 救救實況主 各位 我不希望 一個這麼 清新 這麼運動 健康的 一個實況台 到最後 竟然沒有人 各位 這情何以堪 是不是這樣子 OK 好啦 這樣子好不好 如果現場排隊 超過50個人 我現場 做30下福音生 好不好 就這樣子 說到做到 真男人 如果現場排隊 有超過50個人 都是在我前面的話 我跟你講 我現場忙做30下福音生 可以了吧 可以 要親要幹嘛 通通隨便 要幹嘛都可以 好不好 OK 好各位 再重複一次喔 2016年台北電玩展 這一次是Twitch 他特別在 2016年擴大舉辦 以前不曾有過這樣的一個 全部的實況主的粉絲界面圍 在美國TwitchCon 有舉辦 那時候是非常非常的盛大 那這一次是台北Twitch的第一次 所以一定會敗得很盛大 那到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 坐在台上 好不好 那各位 因為我其實跟你們的大哥哥一樣 你們可以 就叫我大哥哥 或叫大吉哥 或大吉吉都可以 好不好 然後也不要太害羞 也不要太害羞 你就說 欸老闆 欸 然後我們 反正我們是很好聊的啦 怎麼樣 會不會是統神排不下繞過去的 那我真的是 GG3比0 我跟你請 OK 好不好 各位來 這個東西喔 我們就 把視訊縮小一點 對 所以這邊跟各位告辭 但如果你 詳情的部分喔 還是會在粉絲團 跟各位公告啦 好 那這個是屬於1月31號 下禮拜 各位我跟你講喔 其實有人說 跟統神排在一起 不利對不對 我告訴你 錯了 各位 這是一個好機會 我跟你講 為什麼 幾乎沒有所有一個實況主 敢跟統神排在一起啊 對不對 但是 只有我敢 為什麼哥 我跟你講 我八字印 你知道嗎 各位 到時候結果 媒體來採訪說 欸 你是哪個實況主 你在實況什麼東西的 我跟他講說 我就是一個 專門實況 Bestball 棒球 的一個運動輕流台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 敢跟統神排在同一組 辦這個粉絲見面會 我跟他講說 因為 誰不入地獄 我入地獄嘛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人家實況主都是 旁邊都是正妹辣妹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 我們 我們就是 要我過去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過去 我就是要把統神的粉絲 拉來到我這邊 對不對 讓他們知道 他們今天 讓他們體會 什麼叫做算 各位 他們現場 才能夠去體會 知道吧 好 對啦 其實我也是想太多了 的確 我也是 的確是有一點在 想太多了 OK 各位 好 來 推舉這個 先把它消掉 咦 靠腰按錯了 按到視訊 好 消掉了 好啦 還是希望啦 因為 可能在 整個實況主來講的話 年紀最大 應該就是我 但是 我們不要跟人家講 到時候 我坐在那邊去 我跟你講 人家都以為我比統神年輕 我跟你講真的 好不好 怎麼樣 如果沒有人排 我就站出來 幫統神 對我整理秩序 假裝是工作人員 比較不會丟臉 欸 靠各位 我們好歹也會 應該會穿個 twitch的衣服 然後呢 你 你是 實況主要跟粉絲見面 然後沒有粉絲來 你去幫人家整理 隊伍 叫他排好 這樣 這樣子你覺得 這樣講對 你覺得這樣對嗎 是不是 不要這樣子嘛 好不好 好啦 來 各位 所以1月31號 如果可以的話 歡迎各位到現場 因為平常你們都 在視訊前面看到 不然就是有些比較熟的 會見到 那不然就是有些 打比賽會見到 你又不打比賽 然後呢 又跟我又不熟 那你如果 要看我怎麼辦 那也只有就是 去這個機會 對不對 那來各位 不要 不要客氣 任何的要求 通通都可以提出來 只要我做得到 比如說你要簽什麼 或者 或者是 拿獎品 或者是要求要照相 任何知識 通通 配合 好不好 通通配合 這樣可以了吧 不要說是 不要說是 我們那個 就是 對大家不好 好不好 來 各位接下來 進入到重題 進入到這個 進入到 各位你們 你們 你們現在 在聊天室打了 真的很阿語 你們 你們 都不知道統神是誰 然後講 實況界誰不知道老闆 各位 你們 統神開來 是幾千人快到萬人 我們這個鳥逼 你知道嗎 可能幾百人到那個 幾千人這樣上下不等 我跟你講這個其實 其實 其實那個人數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盡量 就是 低調為主 因為我們的族群是不一樣的 各位 我們族群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是屬於 LL 那一群 那LL跟 什麼什麼 其他的遊戲有沒有 那個 看的人 族群很多 那像這個 這個爛遊戲 這個 棒球這個 我跟你講 會玩的人也不多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男生 那女生也不多 然後 所以變成說 我們的族群有限 坦白講 我們是一個叫什麼 我們是一個小團體 每次開台就這些人 然後呢 關台是這些人 所以我們算是一個小團體 各位 所以到時候呢 我們到現場去 我們也是這個小團體 我們是屬於棒球圈的 好 我們是屬於棒球圈 那那個英雄聯盟的 其實坦白講 我到現在也不太會玩 英雄聯盟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去排完 統神排 統神的 統神完之後 你讓我發現 你再來排我的 排 排我的台 我跟你講 我會抓狂喔 要嘛你就是 戴個面具 要嘛你就是換個衣服 你知道嗎 你不能說 這個 排完統神 然後簽完名之後 然後再出去繞回來 排我 我跟你講 我有在看 我到時候會 我會一一看統神 那邊是誰 不要讓我看到你是 排雙排 你搞個雙頭龍 我跟你講 那我對不起你喔 當場我就是 齁 再多送你一個小夜燈 好不好 各位 欸 黃力行 各位 誰又把黃力行 點出來的 到底是誰 黃力行 一出來 你就是點燃我 一個整個跳舞的一個情緒啊 各位 我真的是音樂想吹落去 這樣子 這樣下去還得了 嘖 各位 到底要不要跳啦 我找一下黃力行 Yes 各位 哪壺不開 提哪壺 各位 黃力行有來了 又要跳啦 各位 Yes Yes 各位 律動 音浪 太強 不晃 要趴在地板上 音浪 太強 不晃 要趴在地板上 淋浪 太強 不晃 我趴在地板上 音浪 太強 不晃 我趴在地板上 不晃 不晃 我趴在地板上 繼續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因為你是要嘛 因為我們是一個 其實我以前參加過舞蹈社 各位 我以前參加過舞蹈社 但是我被褪色 因為我的律動感 老師覺得不是很好 可是我對舞蹈還是很有初衷 我的舞蹈是OK的 所以我的內心裡面有一種舞蹈的細胞 就是當我聽到一個舞曲的時候 我就會跟著律動 對不對 OK 好 各位 對不起啦 因為你們剛剛有講黃麗星 那我一天黃麗星一個舞 一個舞王 那我整個舞蹈的感覺都來了 各位講真的啦 來 我現在齁 那個因為我現在整個家的環境 他跟之前 他跟之前擺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現在看這個比賽的螢幕 我的遊戲畫面是這個方向 是這個方向的 是這個方向的 所以我變成打遊戲的話 我會變成這樣子 我會變成這樣子 那我就比較會看不到遊戲視窗 來各位 怎麼樣你剛剛發現老闆筆桶呢 你現在你剛剛才發現 你不要 不要再 不要再打 黃麗星了 誰再打黃麗星我就扁誰 對 不要再打黃麗星了我跟你講 你打其他 你打你的羅智翔 OK 停 各位停 不要再擠 不要再擠起我內心的舞蹈細胞了 好不好 拜託 那我再受不了 來各位 通通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來我們先看到 遊戲 雖然說這遊戲其實 滿爛的 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這 我還可以玩什麼 但是沒有關係 欸各位我跟你講 欸各位各位 你們幹嘛 現在是一直打黃麗星是幹嘛 可是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你們發現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什麼事情嗎 你知道其他的一些實況主 他們也沒有在玩遊戲耶 各位 你知道嗎 他們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把遊戲有沒有 拉這麼大 他們遊戲都不管他了 然後實況主就在那邊這樣一直聊天 就要一直聊啊 嗨你好 你好 你好 有沒有 他們這樣聊耶 但是我們算是不一樣 對不對 各位 欸其實我覺得我皮膚算是還不錯 有點缺氧 需要全螢幕嗎 需要全螢幕嗎 喔 有奶才能這樣是不是 所以我 我不行是不是 欸 人家真的是 人家都是這樣子啊 人家都這樣子啊 都把視訊用很大啊 然後那個遊戲根本也沒在玩 然後都一直在講話 然後在那邊 有沒有就是 嗨大家好 今天晚上辛苦嗎 累不累啊 要不要抖那 抖那小妹一下 你要不要訂閱我一下 按謝謝咯 是不是這樣子 他們都這樣子 是不是 不舒服喔是不是 不舒服喔 好 OK 發現了喔 欸所以我不能這樣子開喔 我一定要把螢幕弄小 好啦算算算算算算 這難伺候 這一群真的是很難伺候 好啦 我縮小了好不好 縮小了 不然再小一點啦 再小一點啦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各位 好啦 你們要看遊戲嗎 這什麼爛遊戲 這遊戲你要玩嗎 對不對 就拿棒子打球啊 這就拿棒子打球 你要看什麼 告訴我 要看什麼 沒什麼